哇塞好大的一只螃蟹啊 你们看 在这个沙子下面 这好像是哪个熊孩子做的沙滩玩具吧 应该是个陷阱 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有螃蟹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把这个给发拉掉 哇塞 这里面真的还有 怎么这么多螃蟹啊 哇塞 没有想到这个河边居然能够抓到这么多螃蟹 运气也太好了吧 咱们想办法也在这个河边制作一个 抓螃蟹的陷阱吧 在河边捡到一个罐子 咱们把这个陷阱给它改良一下 先在这个陷阱中间挖一个坑 拔好之后咱们就把罐子给埋进去 现在罐子坑已经挖好了 咱们把罐子埋进去 希望能够抓到更多的螃蟹 因为如果说有螃蟹手上面路过的话 就会掉到这个罐子里面 跌下去的话它就跑不出来了 这个公司的话还是我以前搬转的时候 我的包工头交给我的 现在我用它来抓这个螃蟹 应该收获不错 现在咱们把这个罐子给它抹平 给它围好 让它看不出来下面有陷阱 现在已经全部都已经抹平了 抹平之后 咱们把周围 用泥把给它 弄好 然后再放一些 进口 这个进口的话 一会螃蟹 泥球 就会从里面进来 然后在河边 再找一点食物油耳 在这里发现有一个死掉的鸭子 还是什么的 咱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鸭子 当做食物油耳 现在把鸭子 放到食物油耳 放到这个罐子的上面 螃蟹融蟹 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就会从河里面 就出来 只出来的话 就会掉到这个罐子里面 这样子它就出不去了 期待明天的收获吧